糯米饭还可以生炒着吃 而且粒粒分泌真的太香了 这样的糯米饭你吃够吗? 首先碗中倒入一斤的糯米一家只吃多少倒多少 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糯米 再浸泡4个小时以上 然后准备一小把香菇放入碗里 再提前浸泡30分钟 然后准备一只墨鱼 把墨鱼骨切掉 墨鱼骨可以用来煲汤喝 把墨鱼剪小块 尽量剪小块一点 然后倒入清水把它泡软 然后准备2块钱的猪肉 先切两半再切成薄片 尽量切薄一点 不喜欢肥肉的可以用瘦肉代替 香菇泡发好洗净切成丝 切好跟墨鱼放一起 然后准备2根蒜苗切小段 锅烧热倒入少许油 油热放入五花肉煸炒 中火不停地炒啊炒 炒出五花肉的豆鱼油脂 再倒入香菇末鱼煸炒 大火不停地炒啊炒 炒出它们的香味 倒入一小勺盐一大勺生抽 再倒入蒜苗 再把它翻炒均匀 把蒜苗炒至断生 然后散出放碗里备用 糯米筋摸好把它淘洗干净 再沥干水分 锅烧热倒入少许油 油热放入糯米煸炒 用中小火不停地炒啊炒 别用大火炒容易把糯米炒糊的 把水分炒干时倒入少许开水 然后继续翻炒 前程用中小火炒 再次水干时倒入开水 再继续翻炒 我一共倒了4次开水 直到把糯米饭炒熟 怕不熟可以盖上盖子小火蒙2分钟 把糯米饭炒熟后倒入配菜 再把它翻炒均匀 使糯米饭和配菜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炒熟出锅装碗里即可享受美食啦 这样我的生炒糯米饭就做好啦 鲜香味美粒粒分明 有菜有肉还有主食 真的太香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哈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呗 我是明星我们明天见 拜拜